还是双子 又不是因为你对我不好 我为什么会这么做 江大 你应该知道吧 我爱你 我爱的人只有你 你爱的是江太太的脑血 你当初抛弃了黄大文嫁给我 对应该已经选择了 今天的生活 为什么 当初是你追我的 是你一定要娶我的 瞎了 所以我也要为我的选择 付出待见 江村 我错了 你知道我这次大做特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答应你 管你以后说什么 我都听你的 我一定做你的好太太 好好孝顺爸行不行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帮过我跟孩子 我求求你 以前我常听过说 你还装 今天算是见识到吧 你应该拿一个后面 你明知道我在火爸的身体 你不能把真相说出来 你为什么还要装出一副 可怜戏戏 让人恶心的样子 你找着 因为你也有电话 还有一副 你应该要求你 你应该要求你 孩子的事情是我对不起你 但是也是你先对不起我的 我嫁给你两年了 可我真正守了两年的活寡 叫做你知道吗 我也是个女人 我不仅要面对外面的猜测 我还要面对你妹妹的羞辱 我受够了 所以这个孩子 你认也得认 你不认也得认 不然你就去告诉你爸 你说我秦英苏洪信出墙 给你戴了绿帽子 你敢说我就敢告诉他 两年我们一直分房睡 你根本就没有碰过我 如果老爷子气病了 那你可别怪我 我竟然露出你的真面膜 妈 就算是倾诉嘛 我也是想不通 为什么全世界的你出轨的时候 都要守着男人说同样的台词 我受够了 我真的受够了 没问题 你想要的我都可以给你 我会给你的孩子 开一个盛大的满叶球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秦英苏给我江家 生了两个孩子 从此之后你就做了 你江太太的位置 但从此来 你也不是我将军的妻子 你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你竟然不问我干什么 你也不管 你不能这样 我的老婆都把 跟别人生的孩子 带到我家里 那还有什么不能干 如果有一天 我从外面 带了一个女孩 很好带 没有管我 是不是霍珍 你是不是死会 才回去了 不许你侮辱她 不许你 你这张肮脏的错 不屁 我说不定 喝几个 慢点喝啊 破汁 老板 这是你男朋友啊 不是 我姐夫 真的 你还有个姐姐呢 这么多年来 一直以为你是孤儿呢 那咱得庆祝 今晚上我给你们夹菜 不用那么客气了 没事 吃吃啊 谢谢 盯着我看什么 不认识吧 你什么时候知道 我不是姐姐的 说不清楚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是获知 不是情因素 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不高兴 我知道你肯定会很生气 换做是我 我也会的 可是 可是姐姐真的不想骗你 她也有自己的苦衷 我也不知道你们之间 发生过什么 但姐姐好像真的很不信任你 那你呢 我 你认为我是你姐姐 说的那种人吗 嗯 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你不是好人 对姐姐很差 可是后来 江村 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 也会是一个好丈夫 好爸爸 你一定要让姐姐 还有孩子幸福 来 我敬你 谢谢你原来姐姐 你谁 你只在乎我是不是原谅了你姐姐 没有问我是不是原谅了你了 其实 其实我对你们来说就是个外人 就算你不原谅我 就算了 只要你对姐姐好 你怎么就不肯想想你自己呢 你的婚姻 你的人生 你今后想要的生活 为什么不想呢 为什么呢 我找我自己的家人 我长了二十年 我现在终于找到了 我还能生我什么呢 你知道吗 府里远的很多孩子 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 更别说见上一面了 所以我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 还有 自从我到现在以来 虽然是代替姐姐的位子 留在江家 但是 我觉得你 还有爸对我特别好 我觉得特别特别感激 让我有了家的温暖 我觉得有这些就够了 别让他知道 你最作异了 再给他加权了 你最后当人要做灰霍汁了 我哥福利 他让我继续留在福利院当老师 或者你有什么想做的 想要我实现的我都可以满足你 不用 我是我 姐姐是姐姐 我不想你因为姐姐帮我 我也不希望给你们带来任何负担 你从来都不是负担 只要你愿意 我不愿意 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好是因为姐姐 可现在你都知道了 我们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以后 你不用对我好 我会照顾好自己 从今天开始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想我们也不会再见面了 对啊 对啊 你是霍芝吗 不是起动素 那霍芝 祝你今后一切顺利啊 好吗 霍芝 你是个好娘 不是吧 那我们跟起天后一样 如果说 用这飞不了的冬天 谁先离开是最 场情告别 都被烟烟瓦解 灯在夕阳可窃 最后的截定 身为谁纪念 都会说这是 我不爱的泪点 你不说两个人是两个世界 让一天像一年 让一年像一天 怎么能走进你心里面 只爱你不别 很老的太阳啊 特别的毒 一个女孩在家 连个防晒也不备 出门带着她 太没话意识了 我在英国勤工卷穴的时候 我专门在酒吧里面 刷我盘子呢 我不是吹牛啊 当时人称刷盘小龙手啊 你信吗 家人应该以互相安慰 互相服侍 互相取暖的方式存在 你说的这样一家 这样的家人 没想要